这头,看着儿子们玩得高兴,向云姐也在外面,古兰放心地进了帐篷,开始转换另一个身份,大厨。 曼火熬至大约半个时辰以后,古兰掀开了帘盖,将准备好的蔬菜盆放在了旁边,告诉大家可以吃了。 爹,就这么吃吗?和菜都是生的。 让锦叔叔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吧?锦大哥,就拜托你了。 锦叔叔? 如果锦叔叔猜得没错,你爹做的是古董羹。 锦叔叔,什么叫做古董羹? 之所以会叫这么个名字,是因为它边煮边吃的,在放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古董的声音,所以叫做古董羹,动肉吃这个最是脑壳。 古董,古董,还真有些像哎。 狗蛋还小,不明白,但不妨碍它跟着安安哥哥一起笑,还学着安安哥哥的样子,古董古董重复着,甚是可爱。 好了,知道是什么,那就开动吧。 好久没有吃羊肉火锅了,虽然是清汤的,但古董还是很迫不及待的。 锦大哥,味道不错,你快吃。 与古董的没吃相,项云锦即便觉得好吃,也是慢条思理的,期间还能扔给大黑几块。 第一口就没让它失望,比它吃过的所有古董羊羹都美味。 这厨艺,项云锦没有丝毫的挑剔。 羊肉吃得差不多时才开始涮锅,明明外面寒风凛冽,帐篷里他们却吃的是浑身暖热,火力一向不错的安安更是小脸通红。 羊汤的味道顺着帐篷一直飘出了很远很远,让爬上山保护柿子的侍卫们肚子里的蝉虫彻底也被勾了出来。 你总是盯着那顶帐篷,我猜世子在那帐篷中。 聪明。 话说这传过来的味道也是真够香的,这下面是什么人啊,赶路还能这么享受,做出这么美味的食物。 就是你想见的那位爵士高手。 本来也只是自言自语地感慨一下的琉琳,没想到王允竟回了。 你说什么? 琉琳一愣,爵士高手也能有这么好的厨艺吗? 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? 别怀疑,就是这样。 王允狠狠地咬了一口手里的饼子,又羡慕地看向了下方的帐篷。 他也好想喝羊汤啊,太美味了。 而琉琳则随着王允的目光也望过去,还是不可相信。 也好,我们下方的电视迹目准备。 是个小说的观点。